中国主权基金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自从原董事长楼继伟在今年的人事换届中 晋升为财政部长之后 那么正式的中投董事长的人选至今仍然是呈现空缺 外界对此感到有些诡异 说法不一 香港媒体报道说中投公司董事长没有新的人选 是因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投的问题太为严重 也没有人愿意去收拾那个烂摊子 中投公司2007年在北京成立 它是经中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大型投资公司 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 楼继伟当时出任董事长 今年三月中旬 楼继伟出任财政部部长 而中投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到现在已经空缺了三个月 仍然没有新的人选 有消息说 还要再等几个月后才有新的任命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中投的问题太严重 亏损与盈利都是按相操作 所以都怕在自己的任内引爆这颗定式炸弹 因此也没人敢坐这个位置 媒体披露 中投公司投资亏损的案例很多 2007年以来 中共对海外金融资产的投资平平失利 握有2000亿美元的中投公司 截至2008年底 因投资摩根史丹利和黑石集团而损失60亿美元 除此之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公司持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物业和私人股权投资也损失惨重 但具体数字外界难以得知 香港《南华早报》27号 以北京权力斗争制使中投领导出缺为题 发表文章说 了解情况的人士指出 中共国务院部分内阁希望中投目前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希庆 能够接任楼纪委的空缺 但由于高希庆曾经在外国留学 这段经历可能阻碍他更上一层楼 华波表示 这个原因太勉强 因为中共好多领导人都出国留过学 中共高层呢 想呢 换个外人来管理 因为里边的想打破 他们既有了利益格局 还有那个关系网 我想呢 这个高层呢 有这一个人选 也有想呢 就把这个中投案内部的一个 这个毒瘤给切除掉的这个意思 所以呢 不让他这个原来的副董事长呢 中国维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江力军表示 这个烂摊子他们接手了 是要承担责任的 所以 谁也不愿意干 像这样的国体呀 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国体 将来都是没有人接盘的 就是很快一些 包括一些大型的 他们的银行和这个所谓的投资公司 都是这个结果 中国的经历现在的话 几乎要达到这个全部崩塌的这么个局面 你不能往坏走 这是必然的 在此之前 多家媒体曾经报导 上海常务副市长土光绍将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 但是 新浪财经网24号报导说 从多个信息得知 土光绍将留任上海 不会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一职 有媒体指出 土光绍是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乙刚 拒绝出任以来 又一位不愿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职位的候选人